阿倫哥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導演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便當人我是尾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與台來賓阿倫哥讓我們現場 浩哥 大家好 我們看到最近聯準會採取了一系列的升級周期 也即將來到尾聲了 是 那雖然這一次我們看到在五月份的FONC 鮑爾的態度叫做暫時停止升級 沒錯 他也沒完全的說實說升級周期結束了 那也很明顯的說明接下來第三季才是整體核心CPI 能否下行的重點之一 不過隨著利率周期來到尾聲 很多資產價格其實已經蠢蠢欲動了 我們看到在整體四月份五月份 美國的房市或者是相關利率型產品 其實都有逐步在反映接下來即將降起的味道 那到底市場是過度樂觀 覺得會太早降息 還是說這種降息預期是有皆可循呢 過去我們都很清楚 債券價格跟債券殖利率呈現高度反向相關 而殖利率又跟聯邦基準利率呈現高度聯繫 所以如果這個時間點進行債券資產的配置 是不是一個好的方式呢 今天來跟投資朋友多做一些探討 那我先問一下艾倫哥 人人都說要降息要降息 我們從FateWatch來看 今年年底的聯邦基準利率的預估值 市場預估是4.5% 可是現在基準利率是5.25% 等於市場預估在今年年底以前 聯準會就有降息兩碼到三碼的空間 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到底這種降息預期它有可能實施嗎 之所以認為它會降息 是因為銀行業撐不住了 還是因為通膨終於下來了 還是它頂多就是做一個預防性降息 那降息股市會不會崩呢 我們要怎麼預估這條時間線 距離年底還有6個月 為什麼市場的認知 跟聯準會自己有這麼大的投稿 好 其實我覺得聯準會 他的最主要的目的還是降通膨 因為他們就是不管他們 不管銀行怎麼爛 他就是說2%沒有2%我其他不想要去管 主要的言論大概是這個方向嘛 所以通膨是他們擺在首位 那既然現在通膨在這幾個月其實 雖然還有一點下降 但是核心CPI其實都 就大概5.5到5.7之間了 已經今年基本上核心CPI 是沒有做一個非常明確的修正的 那當然CPI有 可是這中間差的是這個 比較波動的石油或者是食物嘛 那扣除這個波動大了 其實美國的CPI是沒有做一個明確性的下滑 那為什麼市場還認為會降息呢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對 那我個人認為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市場會以金融股當作是首要的目標 但是跟聯準會出發的一個通膨為首要目標 可能是有一些衝突的 OK 我覺得說聯準會目前的態度 仍然是以通膨作為首要目標 但是市場認為金融股已經出事了 對 到時候出事 你肯定也是先就金融股 再來考慮通膨的問題 沒錯 大家的方向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時候就要特別來做一些了解 就是說現在的整體通膨的下行情緒呢 我們假設通膨按照七期效果 它總有一天會下滑的 沒錯 沒錯 聯準會現在在等呢 很有可能是因為 我記得去年通膨的高點並不是在第二季出現 是在第三季 那個時候來到七趴 八趴 九趴嗎 對 核心通膨甚至在第三季末才出現 所以你按照機期效果 如果去年要從很高的地方跳下來 通常三季度那個通膨下行力度才會加快 是 這很有可能是聯準會目前暫時停止升息的原因 因為它多等一個季度來觀察到時候的情況變化 那市場認為 你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你等到那個時候 金融股已經快要撐不住了 快收不了了 所以不管怎麼說啦 我們不能說它已經升息週期結束 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說 升息週期至少已經接近完升 它頂多就是個一碼兩碼的多升息空間而已 能不能這樣想 我是覺得是可以的 對 因為主要的判斷還是 他們雖然是講說暫時性停止升息嘛 但至少他們已經跟可能前面一次講的 這個鷹派的跟鴿派的程度已經明顯的落差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雖然不能說百分之百這邊就是停止升息了 但應該也是接近升息的尾聲 那如果是停止升息週期的尾聲 我們按照過去的經驗顯示 債券價格跟債券利率呈現高度反向 也就是說利率逐步的接近頂點 那就代表債券價格也逐步接近低點 可是我就很好奇 這很多人會把債券直接拿來跟利率來進行中長期的推演 用利率投資法來決定債券是否要進行佈局 可是我們有時候也會聽到 有人投資公債是為了做避險型的配置 為了害怕經濟衰退發生 有些人投資公債是為了要進行穩定的領席配期 那有些人投資公債是很明顯 認為它跟股票市場有替代效果 最近科技股長很高 所以我要買一點債券 沒錯 那我們現在買債券到底有幸運會什麼原因 現在這個時間點佈局債券是適當的嗎 其實債券型的 像我們講到債券型ETF 其實從今年大概二三月開始 有一波非常熱門的討論度 那其實也是剛好就是那附近說 今年有機會降息嘛 所以這整個東西被拿出來討論之後 大家對於債券這個東西好像充滿了興趣 對那也是因為這樣子整個債券型的ETF 其實規模一直在做擴大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有幾個前面幾名的ETF 對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主要還是一個熱度 對那你說實際真的反應 會開始反應在股價上嗎 我覺得還是真的要等確定降息了 因為我們現在在進場的原因是 升息到尾聲 所以整個債券價格合理應該都認為是 至少跌幅不會再擴大了 對吧 可能是一個相對低點的概念 所以現在的人 我覺得應該是以這個概念去買這具型ETF 主要想參與的其實不是配息 而是他們的後續有可能的價差呈現 OK也就是說現在就算要介入 我們一定要以中長期思考點來做介入方式 沒錯沒錯 因為你沒辦法百分之百的肯定 今年是否有降息的區間 降息沒到 價格就有持續盤整的機會在 所以頂多說現在是一個主體期 再往下跌升的機會不是特別大 所以我們要放中長期來做一些思考 可是我們這個時候要聊 其實債券已經 債券有很多種 債券不只是我們單純聊的美國公債的問題 美國公債是全球最保本的債券 結果去年跌了一成七 這跌幅也算很大嘛 而且公債也有投資等級債 也有台灣新市場公債 那不同的債券不同的屬性不同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是 難道因為利率的頂點即將見到 所以我們是隨便買任何債券嗎 還是說我們必須要往高頻級 或者以國家主權債做主要投入方向 其實我個人認為 應該還是就是以美債為主 對因為不然你就可能挑 美國的金亞谷的債券 對高等級的這個公司債 高收益債不行 高收益債當然一定會還是有空間 但是我會覺得既然是 以一個中長線的佈局來講 那我們又要找一個 跟可能殖利率 這個美國的利率 有最直接關聯性的 我覺得還是以美債為主 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以美債為主啊 我們接下來能夠期待的空間 因為債券喔 它不只是分為美債或非美債 它還有投資等級債 或者國家主權債 那購買這些債券喔 如果我期待未來的波動性要加大 那我應該往這些債券的 哪些方向來做著手 也有分短天期的啊 也有分長天期的啊 那美國國債的波動度 肯定又比投資等級再來的低嗎 沒錯 那如果是你的話 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做中長期佈局 你會挑選哪些債券 我會挑選哪些債券 其實我個人認為 我會直接以最簡單的方式 如果我是以技術派來講 我會直接挑 你有量嘛 至少要有量嘛 是 對那再來另外一個 是我會直接以美國為主 因為你說美國的這個科技業 或者說美國金融股 那到底現在我是要去聽從說 有可能降息的利多 所以你不會去投資IMB 這個我會考慮 對但是因為我會覺得 那既然是我們要交投資人一個 說避險嗎 或者是說現階段一個有 相對低點又保本的一個商品 那就美債吧 OK 那如果是美債的部分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台灣債券型ETF當中 其實你說很多人沒注意喔 但是其實它的規模算是滿大的 滿大的 其實是滿大的 這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於 我們都很清楚 台灣壽險業其實有投資海外資產比例的上限 我記得是大概是三成左右而已 台灣哪來那麼多的固定收益 債券可以來購買啊 所以投信就發行了很多海外債券的ETF 然後這些債券呢你看規模很大 那你看成交量其實也不是特別大 對 因為都是壽險業慢慢的在買 買了就拿來穩穩的領席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幾檔債券ETF當中 你看到台灣當中喔 規模最大的是中性高頻級公司債 它應該就投資等級債了 然後像是十年期的這個IG金融債啊 國泰的A級公司債啊 所以這幾大當中喔 要嘛就是投資等級債 要嘛就是金融債 要嘛就是主權債 美債 那這幾支ETF當中啊 我們看到大部分都是屬於季配息 對 那問題來了就是說 我們投資債券啊 照你的邏輯啊 我們買入是因為它基期低 對 那我們賣出應該是等它基期高 也就是降息開始之後 再來考慮賣出的問題 但它的配息也算是蠻亮麗的 是 那我這個時候到底是應該 以配息作為主要投入 這檔ETF的主要方向 還是我們期待它波動性可以加大的 ETF作為主要投入方向 我們應該以配息優先 還是以未來的波動優先 OK我個人認為 以看你自己的角度為主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前面在討論 其實是價格的價差嘛 但是如果以現在來講其實 即便它可能在相對高點 其實它配息也不輸一些 其他的可能股票型的ETF 對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要什麼去講 我覺得應該是以個人投資角度去講 對你今天看到這個熱度 後面可能股價有一波上揚的反彈 所以你在這邊那當然就是做價差為主 那當然就要設停損點 可是如果你今天 喔我本來就有在做這個ETF的 可能配息的投資 可能是一個中長線的 那今天剛好多了這個投資組合 這個投資商品可以加入我的投資組合內 那當然我們會以實利率為優先嘛 那後來如果真的股價有賺一波價差 欸這也是當作是額外的賺取的可能收穫 OK 我會這樣子去想 欸如果這樣看的話 那我有趣囉 因為我們仔細觀察 你看喔 像是剛才我們提到這些高評級的 對 這些美國公債的 殖利率喔大概也就3%多 大概貼近10年期公債殖利率左右 3.5到4% 未來可能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基準利率還在高位嘛 可是你仔細一看喔 如果是一些新興市場型的主權債 對 或者我們講的高評級債 或者是中國的政經債 欸這殖利率都6%7%7% 非常漂亮 欸那我作為保守型投資者 你覺得我應該買入嗎 照你來講喔 對 我們剛才說美債是全球最保本的資產 是 所以保守型的人應該要購買 可是現在 中國的這些政經債 他的殖利率都6%7%以上 是 那我作為保守族群 我應該考慮一下這些資產的配置嗎 還是說 我們應該還是以美債作為大眾 其實 其實我會不考慮他們的原因 只要有一個 是他們的成交量真的非常低 對啊 全部幾乎啦 全部都是500張以下 日成交量 對那如果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 可能存款現金的人 我覺得還不如直接去買這個的債券 對因為這個的成交量確實喔 你可能買了之後 如果你是大戶啦 你可能一次可以買個幾千張以上的 不要那麼誇張 賣不掉 會遇到賣不掉的狀況 只有你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都買一兩張的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有閒錢有現金 但資金量不大的 你當然可以配置這種 當然當然 隨時變現嗎 因為機器已經低了嘛 你到時候要變現 你也不會賠多少 甚至還拿到了幾年配息 沒錯 但如果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這個是我們就要往成交量大的 方向的ETF來做著手了 對 這個是我會去特別考慮的原因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你只買美債了 錢太多啊 不是這樣講的 OK 那我們做一個總結好了 其實我們看到今年以來 的確有很多討論債券的聲浪 沒錯 但是對於債券在去年的跌勢 是死要未及的 華爾街在過去幾年的投行報告當中 從來不認為債券跌幅會這麼大 因為所有人都認為 低利率是一個常態化的趨勢 沒有人想到會有一天 利率水平升到07年08年的未接啊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只能說 其實股票市場的波動度 其實是持續放大的 你沒辦法預料到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有一個中心邏輯是確定的 就是減便宜 股市重跌的時候買股票 買債券 那去年的債券市場 受到一系列的衝突之後 現在機器已經低了 其實艾倫哥的意思是 接下來不一定會馬上上漲 但他至少便宜 對 他至少在這個時間點不見 你賠的機率是不高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投資 並不是買那個一定賺的 我們買那個確定一定不會賠的 也是一種投資的方式 當然如果還想要有更多 完整債券型ETF的名單 完整的配息之力的排行榜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艾倫哥 The Line 8裡頭當中 只要點選加1 就可以獲取一系列的名單 提供你投資朋友 多多一些參考和留意 其實時間線已經來到5月了 快要過半年了 今年以來 其實不管是股票資產 還是債券資產 價格其實都有滿顯著的拉抬 債券今年其實跌幅也沒有再擴大 去年差不多跌完了 那股市今年科技股又是放大 還被股市中小型股也是大放一財 其實走到這個終局 你會發現 今年整個上半年 感覺利空真的滿多的 對 但是還是滿硬的 沒錯 但是股票市場 卻一步一步半信半疑到現在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只要市場上 還在懷疑的這種聲浪 市場上還在對於債券有疑慮的時候 反而是值得我們布建的時機呢 這個懷疑的聲浪 是不是隱含著整個2023年的趨勢 它更像是那種還漲半信半疑中 持續推升的股市 還是你認為還是有其他的意外 但是有意外也可以買債券 我個人認為我目前啦 我覺得最大的疑慮現階段 當然這個疑慮我覺得 錢太多不知道投哪裡 中長線也不上限 不是不是不是 中長線也不上限 就是這個美債的這個上限 是 對 那目前來說就是在討論 可是從歷史上來講 其實沒有破產過 對 可是對於股市上短時間 確實它會有一個股價的影響波動 但你認為 它有可能會形成 我們投資債券的一個機會 因為恐慌嘛 對啊 但是事情總會過 是 所以反而大家可以關注一下趨勢 也就是說 可能在今年中旬啦 市場波動還會持續加大 對 但是有波動才有機會嘛 投資朋友如果有更多的想法 想要借進的話 歡迎投資朋友也可以加入 艾倫哥的LINE at YouTube Facebook IG 等頻道 提供給投資朋友多做一些參考和留意了 那我們節目就到這邊 感謝艾倫哥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艾倫哥 謝謝大家 掰掰